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已经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家,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Della,大家好 今天我们想讨论这个题目,其实好像现在又不是那么多发生的 不过,也会见到一些渐中 就是那些叫做生炸腮,腮腮炎的那方面 我记得小时候,家人都很紧张这个问题 以前可能的影响性都很大,好像会传染 但是实际的情况是怎样的 不如袁医生帮我们解释一下,应该是怎样的 为之是那个腮事不生炸腮的情况 我记得我们的童年那时候,我们的童年都是六零年代 五零年代,我都忘记了 都见过的,那些儿童生炸腮呢 通常就会塗那些紫色的东西,塗在面上 我记得那时候,那些儿童生炸腮,很多时候会生炸腮 但今时今日就似乎少了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现在人们不断打那些疫苗注射 当然有一种说法,疫苗注射其实是对病人的 小朋友身体的成长不是那么好的 只要你能够处理它,它没有什么大不了 但当然在西方的医疗里面,就经常想着最坏的情况 就是可能生炸腮,接着就影响了高院,接着就影响了不育 就是经常想这些最坏的情境 但其实大部分时间不是,不应该是这样的 好了,那万一你真是遇到这个情况,那就要处理它 这些这样的生炸腮,这种这种线体 通常是上额炸腮的一种传染性很高的病毒感染来的 通常位置就是耳朵和其他的垂液腮 就是口水腮的下方或者前面这样,通常是面株那样的 通常这个炸腮炎,通常是发生一些小孩 但也可能会发生成人,通常如果是发生成人 通常病情是比较严重一点的 好了,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不需要用疫苗去禁止它 就是你打压了它,可能到大了才出,可能还不好的 不如早些生炸腮炎,有它生了就算了 通常都是一个星期左右就会自己康复的 主要的症状是中度发烧到发烧或者发冷 炸腮和其他的椭液腮体会肿胀和痛 通常会比较疲累和食欲不振 这些是一般的症状 当然有所谓的病发症 通常在青春期过后的男性里面 那个炸腮和疏腺炎 通常病发症是高远有些肿胀和发炎肿胀 在极小的情况之下会导致不孕 或者是脑膜炎 类似细菌感染的脑膜炎 当然脑膜炎的特征都是头痛 头部僵紧 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抽缩和昏迷 初线炎通常在抽缩的礼拜 就是埋尾的时候可能有些恶心 嘔吐和腹部肿痛的那种胰臟炎 胰臟腺有时候也会影响 你知道胰臟是在我们腹部的 大概是比较近的 是比较近的 是 通常就是大概一星期左右 就会OK的了 就是这些所谓的病发症 虽然也好 都自己慢慢地会痊愈的 好了 那我们要留意什么呢 比如你看到的情况 那你会怀疑是不是生炸衰呢 是不是 疏线炎呢 看看前面 面株的前面有没有肿呢 是吧 有没有发烧呢 有没有流口水呢 这些都是一个简单的症状 好了 同学疗法最直接的指引是什么呢 治疗的疏线炎 最常用的同学疗法疗剂呢 是个熔拱 Mercuris of the Ballad 是个最常用的了 就是永远都是这样 就是如果你到时候 你又不是很适用啊 或者看这本书 又不是看得够详准啊 那总之 闭上眼睛呢 就想熔拱先 就是第一次 第二次呢 就是羊双绿 Phytolecatechandra 羊双绿 那用一些治疗 那些很硬的 那只石头那么硬的疏线 是吧 烟吞的时候呢 那种痛呢 就会由喉咙伸延到耳朵的 那这种是一个羊双绿的阵型来的了 好了 还有呢 当那个很累 和那个肚脏都很明显的 这个重症呢 主要症状是肚脏都很强的 那就是用木炭了 Carbovegetabalus 木炭了 那当桑善炎呢 引起膏炎或者乳房炎的时候呢 就想白头翁 Palsatela 或者是成人呢 眼水汪汪 很前身 就有人陪着他 或者呢 发炎膏炎呢 和乳房都有增大的时候呢 就可以用那个白头翁了 Palsatela nigrican 白头翁 好了 疏线炎的期间 或者之后呢 帮助那个膏炎 减少的发炎呢 就可以用那个白头翁了 Apot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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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膏不是一个常用的 但在我们的124种疗劑里面 也有的 总之我们在我们的那个 我们有提及的疗劑呢 这124种套装里面都有的 包括青膏 Apot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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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膏 还有呢 是无果云香 Jeparandi Jeparandi 好了 那么 青膏 適用于呢 是比较 增大一点的 那个疏线炎 OK 还有呢 是 当那个高院种障 是 帮助的 高院种障 而应用的 是减低它的 那么 適用一些 暴躁野蛮呢 和呢 发育不良的审恩仔 就是啊 有时候你看过 沈恩仔本身 也不是肥肥白白的 有些这样的 瘦瘦发育不良呢 都是清高这个疗劑 可以帮助的 他们的 好了 毛果云香 Jeparandi 那么自然疏线炎的时候呢 就会增加 出现出汗和流盐 口水流得多些的 那么疏线呢 就比平时大成倍的 可以帮助很快 缩短整个病情 那么这几个呢 可以这么说 是很好的 很好用的 这个疏线炎的疗劑 来的了 那么通常呢 这个疗劑呢 可以有些什么效果呢 是可以 减消肿退孽 缩短的病情 但是暂时乎呢 可以预防和治疗病发症 为什么我们要治疗呢 始终呢 有机会有病发症 对不对 所以你一见到这个 你知道这种病呢 你及早用到 刚才所提及的疗劑呢 是可以预防和减低的病发症出现的了 好了 除了疗劑之外呢 大家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当然多些休息啦 吃一些比较容易的 软一点的食物啦 减少 就是不用整个去咬它啦 避免一些新辣 或者酸的食物和饮料啦 比如那些根吉汁啊 就是柴汁啊 这些酸性的食物啦 因为它可能会刺激你的口水 刺激口水 会出现凌达总统,都需要隔离的 因为尤其是食育朋友那些,大人都有机会 尽量暂时隔离他,不要让他的公务场所 和其他人运在一起玩,避免传播给其他人 大些4岁或以上的儿童可以吃维他命C 例如500毫克的食两粒 亦可以用红萝卜的敷,即是磨了红萝卜 磨了红萝卜,磨了红萝卜,磨了红萝卜 磨了红萝卜的时候,放在沙布上 敷在下巴上,2-8小时 也会即时舒缓这种轻轻不适的地方 好了,再逐个逐个跟大家介绍一下 讲解每个尿剂 第一种就是青膏 Apotana, Artemisia, Southernwood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 在同学尿法有时候说它是 专医这个症状,Apotana 清膏 通常是处理一些疏细完之后出现的膏丸发炎 三分仔是很消瘦的 跟着呢 就当它那个膏丸开始要肿的时候 疏细的肿脏就会减少 那就是你看到了,疏细完肿的时候 咦,那个膏丸是胀的 那见到这个情况呢 就记住,清膏这个尿剂了 第二种是木炭下Carbo Vegetabalus 木炭 那疏细完肿脏发炎 受寒了之后呢 疏细完肥蔓延到膏丸或者胸部 变得肿脏和发炎 那通常呢 那个精神呢 根皮是有些累和很虚缺 呼吸都困难 那个炭那个Carbo 呼吸有少少困难 非常之寒冷 但是呢 寒冷得来呢 都想让那些风扇吹一下它 就是它为什么呢 因为它吐气 它养肥感觉不够 那它呢 就觉得呢 虽然冷得好 都想那些风呢 在它面上吹一下它 那样的 那个人非常之肿脏呢 还有很多气 就是这个腹部很多 鼓都滑下很多气 那通常会大声啊 很频密在那里打液 或者大声的热气啊 放屁啊 那这样的 那这样的 就是你放屁啊 用风扇吹呢 会令这个情况 会更加舒服一点的 这个木炭的阵型 OK 很多气 和喜欢冻空气 吹得它舒服一点 好了 另外一种呢 就毛果云香了 Jabarandi Pirocarpus Jabarandi 这个毛果云香呢 梳腺炎了 记住呢 通常呢 是出汗 和呢 流液增多 口水流得特别多的 那梳腺呢 平时大成倍啦 那平时的梳腺你摸不到的 你看不到摸不到的 那但是跟着梳腺之后呢 膏软又发炎 那这个记住呢 是同膏软发炎 都会出现的了 好了 跟着熔拱了 Mercurus Olabellus 熔拱 水银的 那梳腺炎肿痛 口水都增多 水银通常呢 是口水多 还有口臭 还有间中呢 有蓝纹的气味 是金属味 之而处理的 口气重 口水多 那温度里面呢 又怕冷又怕热 那现在的性格呢 是多疑 那还有那个腻胎呢 有口口的腻胎的 那记住的人呢 就是总之 水银这样 凉寒鼠标这样 又測到热又測到冻 又怕冷又怕热 四肢震斗 他喜欢吃些面包和牛油的 那什么令他差呢 就是任何温度的两端 高一点低一点 他都觉得 总之他觉得 硬是觉得 找不到一个适当舒服的体温 那这个就是熔拱 口水多 流口水多 口气重 接着是羊双鹿 Phytolica decandria 羊双鹿的疏腺 那些腺体是很硬的 你摸下去 好像石头那么硬的 而且是摸它痛的 你不喜欢触碰它 而且吞口水的时候 那种痛就会伸展到耳术那里 而且颈部 和以后面的淋巴结都会涨 这个羊双鹿 很多时候用在小朋友 那些淋巴结 颈后面的淋巴结是长大 可能是因为喉咙发炎 也有这个情况 当然了 记住 那么长大 你摸那些淋巴结是很硬的 很实的 接着是白头翁 Posatella nigricum wild flower 白头翁 这个是疏肾炎 疏肾炎肿脏 发炎痛 很多时候 疏肾炎的男生 公园都长大了 患了那个疏肾炎之后 女性可能的乳房都会长大 情绪和症状变得很快 经常想有人陪着他 尤其病的时候 不可以一个人的 经常有人陪着他 有点口干 但是又不太口渴 平时吃东西 喜欢吃肥腻一点的东西 但是在病的时候 平时也是不喜欢焗的 焗的 喜欢打开窗门 舒服一点 在外面走一下 在空气移动一下 就会感觉舒服一点的 白头翁是一个常用的尿剂 OK 今次跟大家介绍了 差不多六种尿剂 万一大家真的遇到这个疏肾炎 其实可以好好的选一种 快快出去解决这个问题 嗯 多谢袁先生的分享 虽然刚才说 就好像 不像以前那样 那么常见 可能有很多其他原因 营养足够些 或者是卫生程度 但是这个 都会久不久 看到有些病人 是发生了这件事情 因为他那个症状 未必那些父母 第一时间 或者是病者第一时间 会发现到的 所以 去到后期些的时候 才会发现到原来 就是生寨蚀 那些东西 那当然 原医生刚才介绍了 六种尿剂 也都很清晰指引了 在什么情况之下 可以用哪种尿剂 这些东西 就及早处理了这些问题 就不需要 虽然刚才说过 就是最差的情况 就可能会影响到 那个男性的高院 或者女性的乳房 那些问题 那当然我们在做这个 自然的发育理的时候 就希望大家 可以将一些问题 是及早去处理了去 不要等到出现了 一个后遗症 或者是去了一些 严重的情况之下 才来处理的时候 那身体复原的情况 都需要更长时间 更多的时间 那也都 家中常备了 这些同类疗法的套装 真的遇到的问题 当你察觉到的时候 又可以立刻去用到 就不需要 又要找医生 又要等到有时间来 那病者也可以 很快去减轻了 他那个痛苦的问题 好,多谢原医生 今天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电话 和原医生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 刚才说的疗剂 或者是我们的套装 甚至乎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我们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原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麻烦你了 余烟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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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